好 在古玩店 看到黃埔森 這件事就幫他 背負老闆尼了 可放房間 你知道我這人 你就說到做到 那我先走了 既然各位還有一道的消息 那我也不能玩了 黃埔寶組 咦 是你 小吼小子 好久不見 聖妹 你怎麼會在這裡 三師兄 我總能找到你了 黃埔寶組 你果然是風起姐所說的三師兄 原來你不認識 這倒是你我意想不到 聖妹 我不是要你要終於等我嗎 可是 我無論如何都想見你一面 或許我還能幫你 給我回去 這大漠充滿兇險 你要是有什麼 萬一該怎麼辦 換起來我習慣一個人辦事 你在我身邊只會愛手愛腳 三師兄 聖妹 我眼下還有鑰匙得辦 此刻則怕無暢和你敘舊 你聽我的話 先回座你等我 待此地的大肆敵 我一定會回去找你的 夏侯儀 他就麻煩你照顧了 黃埔寶組 黃埔寶組 風姐姐 他總能對你如此無情 一定 別怪他 他一直是這個樣子 冷靜到他一面就好 來日方長 我想總有機會再見到他的 老闆 尼哥是那位黃埔兄 記得要去何處 剛才那邊客官嗎 他和中央來那些俠客一樣 都往高昌古城去打 高昌古城 那裡出了什麼事 就我所知 這座古城大約位於 甘州城西北 原本是天上北地的小國之一 他在千年前神秘淹幕後 就像埋入荒漠底下似的 再也沒人找到他的下落 不只如此 年輕功那裡帶的商隊的行律 也時常無辜失蹤 那裡後來變成 無人敢靠近的鬼域 所有的商女都互借 要避開那裡 哦 那地方我也聽過 據說四周 荒漠被海獅射的幻象包圍 只要一進去就永遠走不出來 倒是曾經想親自前去一探 還是我死人活死 才沒他成行 不然 只怕我也成了荒漠窟窟了 啊 原來客觀也知道那裡 不簡單不簡單 話說幾天幾前 有個福大命大的盜墓者 自身從那裡逃回來 還帶著他記下了 古城所在的地圖 我以為地圖是他自己 杜撞的假貨 只肯多花一點錢 把他連古墓一起埋下來 那些終於來的俠士 到我地裡來時 我順口提了這心事 沒想到他們竟然當寶一樣 運要向我買下那張地圖 討價還假半天之後 把地圖副本賣給他 他們就回去了 原來如此 那剛才的黃埔兄呢 那位客觀本是我這裡的常客 他常向我收買一些柔蘭城的古物 特別是書院之類的 他像是梁州的圖碼剪刀板那裡 聽到群航們前往高山的消息 要地圖來自我這裡 於是向我打聽這件事情 在沒剛才那個客觀相守的份上 如果沒想要去的話 我就免費告訴你們好了 那就多謝老闆你了 其實那地圖十分草率 只有預料有防偽而已 依我的推上 只需沙洲城一路向北 應該就可以到了 由此往西邊是樹洲 再過去邊是沙洲 這個我們應該已經知道了 不過保護骨子的幻想似乎十分厲害 因為可以多小心些 由沙洲一路向北 多謝老闆關心 我記住了 順道問一下 你手中的柔軟古物 都是怎麼來的 嘿 大多是我剛才提的那個盜墓 賣給我的 怎麼 你想向我打聽他的消息嗎 是的 我們想向他請教 然後這個不行 我答應幫他保守身家秘密 不過這件事 到底不能通融 如果幫我弄來一件 叫做珠幻神鏡的寶物 我倒可以考慮一下 珠幻神鏡 那是件什麼樣子的寶物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清楚 只聽說可以從那鏡子裡看到金氏 絕無的神妙景象 總之 你們能弄到這面鏡子的話 要找那個傢伙的事就好商量 我明白了 我們盡盡便是 鳳姐姐 咱們就前往那高昌古城吧 要追上黃埔兄 我想現在還不遲 一定 謝謝你 小兄弟 咱們這樣去無防鬼域嗎 所以說我們軍非擁守 冒然前往那裡還是有點 古大哥放心啦 有我們和小虎大哥 還有什麼好怕的 說不定的話的差別 還是剩有的來因 替來往的山女處理大礙呢 哼 怎樣想的話 到底不壞 小虎兄弟 咱們何時上路 事不宜遲 咱們這就動森吧 希望我們順利找到那個地點 坦前輩 啊 是小虎公子 您快來 請出老婆有事原因 不敢 坦前輩你客氣的 對了 你的公子可平安無事嗎 在蘇州思察事件之後 我心中一直慣例此事 現在只算能趕回來問得清楚 還因為全職之故呢 公子如此嘲笑 老夫真是故意不去 用了公子的福 全職已經平安回來了 老夫 這麽該如何 感謝公子你才好 為了怕西夏軍起義來手 我就先 叫他到遠方經濟家裡 等來這封充點之後 老夫會再要他回來 親口向公子道歉 啊 那真是太好了 這樣我就放心了 至於遠屑之事 前輩大可不必再提 又一早巷蟒撞萬動之故 一致死塔焚屍 差點釀成大火 首先堂兄被神雀宮 葛公主以昇華救出 否則在下不該如何向前輩交代 首說死塔瞬間 墳墳消失一次 老夫也聽人提過 全職也說 忽敬眼前一陣板 跟著勢必就非併四散 幸好在劍軍一髮致敬 有果羅河的大力拖住他 飛出樹石杖外 等到清醒時 子倩自己已經在蘇州附近的沙漠裡 莫多此次的蘇州居民對此議論紛紛 卻沒能想到是下個公子的無方大人 這種餐點害死朋友的夥伴的大人 我寧可不要 總而言之 這件事能夠圓滿落幕就好了 昨天沒有辜負他前輩 助我潛入石塔之士 知道 公子這麼說太客氣了 全職這回能夠後救 可都是充益你的大力幫嘛 啊老夫差你忘了 這邊修好的紫禁界 得先還你公子你才行 哇 這件永遠破損如此嚴重 當前輩基本上進負原貌 當底下 知名遠近皆知 果然是其他有志 這種雕童小技不止公子掛齒 話說回來 老夫本想修好時間進去之後 再打一筆難得一件兵器 給你當謝禮 只可惜 運其精鐵材的商隊吃遲不治 老夫也偷在這乾淡你的份 商隊吃遲不治 該不會出了什麼意外了吧 那是一隻來自北方紀錄的礦石商隊 會難度干坐北方的大墓來吃做生意 他們以前也來過幾次 不曾出過什麼事故 超好數想的話 或許這回支持了一些吧 就怕事情必非如此 彈前輩 你可知道這支商隊現在可能在哪裡 如果你一直走不開心的話 就我去擔心去探探好了 這這樣子好嗎 又要在老房公子你一次 彈前輩無需在意 反正現在也沒什麼急事 啊 那就有拜託公子你了 至於那商隊現在的所在嘛 老夫曾聽他們說過 會在關州城 東北的小山山林住短餐休息 如果到那附近找找的話 或許可以發現他們的蹤跡 剛出東北方的小山山林嗎 好 我們就去前去看看 希望能再為前輩帶來解報 只是未知的商隊 只希望他們此刻平安無事 阿曼塔 這這下子該怎麼辦 你問我問誰啊 咱們一起經燒飯這麼多年 你上游 上游的沒見過的事 我就會見過嗎 所以還真倒楣 咱們不過偷懶在三角下 多休息了半天 最後要盡量遇上這種怪事 早知道準時出發就好 別自怨自害了 這總是誰的耳道 事到如今 這要等著通勤冒火的怪獸 吃過痛快 會之後就會掉頭移去也說不定 話說回來 他好像只叫火同大塊躲移 莫非好像早生冒火有關 我好像聽到 很久以前有人說過 有一種叫做風熙的火獸 不但秋生是火 也只以火和灼肉之故為死 等等 好像有人來了 誰會在這捷骨眼來這裡啊 拜託又不知道另外一個字 怪獸就好 這上路鬼地的貨物 好像是三對手遺留的 等等 那他殺地中間的是什麼 哼哼哼 這周生曼火的怪物是 好 夏侯儀人家生氣了 哼 想打下嗎 別以為我會因為你的意向 我怕了你 來吧 哼哼 哼哼 還有什麼陣型又換 夏侯儀不要到處跟人家打架啦 我會想說看他會不會放法術的 讓他慢慢看好了 那是 好 就這樣 珠珠配音人 怎麼樣 認輸了吧 這一下看你還能不能 再如此危害 啊 直接死掉 好 剛才被我們打敗的火獸 在立結之後變成一個紅色的封石 不管怎麼樣 先把他帶著再說吧 說不定日後都會大有用 會有大用 打到神秘火獸之後 夏侯儀向兩面 雅民驚魂斧令的行商 問其此事的經過 原來如此 那麽的確是譚前輩在等著礦石上 對沒錯 夏侯儀得趕緊來阻止那火獸 只要你對彈前輩有所交代 那麽公子你們來救 我們可真不是該如何是好 還好我說也沒有繳得太糟 草草收拾一下 這把被嚇走的馬屁找回來 咱們就繼續前往甘州了 這樣就好 之後就讓我們一路貨獵你回去 免得再生什麼意外 啊 有公子這樣的貨獵吹琴 那可真是什麼都不怕了 我們這次收拾一下 請公子你稍待一下 礦石上隊已經抵達 成交 不是彈前輩是我拿到 所需的奇經了 好 彈前輩 那隻上隊平安回來了 啊是下好公子啊 啊剛才那隻上隊已經跟我接過頭了 這回由我們公子出力幫忙 除了感謝之外 老夫真不敢說如何 說什麼好 彈前輩不去客氣 這我花了功夫 當然是火獸之外 我們其實有沒有出到多少力 專是火銅的火獸嘛 老夫也曾經過這種奇臭之明 沒想到真是給公子你們遇上 還好這回運來的火銅沒有被他全吃光 應該這份量打這鼓劑給公子當蟹 這樣吧 就打這火銅嘛 給你如何 然後拿乾 畢是難得的精品 既然我們有幸有這種機會 那這隻公親不如的蟲命 多謝公子 願意讓老夫一線著意 不過老夫現在手中還有一些工作點先處理 待會到這些工作處理完後 老夫便立刻動手打到這火銅碼 這樣前輩還有工作要做 那我必須繼續打擾 火銅碼的事情 我們就等一陣子的向前輩請教 小火銅碼的事情 引起慢走 好 至少是建議選4 我是無所謂啦 因為選那個合成是只放那個召喚術嘛 所以也還好 沙漠明鎮 好難過 這隻氣好亂 依照地圖的話 咱們應該已經到古城的入口才是 莫非 這裡 嗯 這裡確實有異界之像 看來就是這裡床子中的海之聖樓 顯然有任著做出 勞任著的地下 一地 咱們接下來可僅行勝負 隨便亂走的話 九層會陷入冥鎮之中 嗯 隨時如此 還是先看一下四周的情勢 在做打算 咱們走吧 至於具備烈日曬乾的個磁體 看來這人也是走不出這名陣 才會不幸再次一旦的 希望我們不會布上他的後塵 咦 但華盛的布 好像用黑一灰寫著什麼 師兄手撩不查 則是有人故意布下的方圍施政 這陣於此地地下的糾連 無法以外部破解 只能以特定步伐通行 與在此地歷經六六夜 終於推算出過正步伐 然而與精疲力競 只能在大限達到之前 正在解法由之後人 後人做些儀式功德 咱們當成好運 這位高人已經推出過正之法 一地 立下去 這防衛之陣 沉塌北斗 其其意之處在於 在與其逆不反卻 其有分形 藥爵士 逢其則反 逢藕則右 始終方圍 乘此氣不厚 由對 破陣 一級有 一級先有坎位 這是兩個 往右 激素 這是藕術是右 激素是反 藕術又激素反 然後七次之後 由對破陣 呵呵 糟了 鳳姐姐 刺激 就直到這裡而已 所謂方圍之陣 就是會讓人走回原地的明鎮 為了依序朝各方位行走 一如先南東 而東 才能走出明鎮 而所謂的一步 應該是指 跨過一定的範圍 每人陣的解法各式不同 這位前面只說 過陣第一步是朝北 最後朝西 哦 第七步朝西 第一步朝北 剩下的 指貌都在 速成北斗 欲起則膩 逢而變幼 始終方圍 欲起則膩 OK 由對破陣這五句話裡了 嗯 乘到北斗 那時候一共走七步 由北開始 走過七步之後 在最後走西方黎陣 不敢怎麼樣 先走走看再說吧 這幻風中四面景色街頭 很容易迷失方位 雖然這麼說有點勢力 不過這位前輩的絲綢 正好可以當路標之右 OK 反正只要經過他就是 就是 走回來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步先往北走 誒 誒 哦 先往北走嗎 對不對 好是第一步 然後勒 右邊右邊 我不懂啊 為什麼是右邊 然後勒 點四星同算是不是 好不點了 其實也不用查 我只是想要 知道為什麼 不想走 其實我也知道 以 網路上攻略有 對 我只是在那邊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們在那邊 在那邊 我不是說 你自己在那邊 在那邊 可以說 我不是說 預期則返 往右的話要朝北 我是不是走錯了 我已經放棄治療 好如果我們失敗的話自己走失敗風鈴聲會跳出來 一滴 我只能誤出那種雅米的含義了 所謂成他北斗是指破這起陣 共上七次 共總上七次 預期則右 預期則逆風鈴變右 則是指 偶其術次 變道反方向 哦是偶其術次 我懂你意思了 預偶術次則右轉 而從第一次朝北走來推敲 前六次方向應該是北東西北南西 而根據最後一句始終方圍 最後一次的方向與北相反 基本往南 而在他或是西部名陣之後 再朝西走出名陣 由於這名陣會挪頓方位 虛擬那些甘絲為預據 要走過甘絲所在 才會上路走過一次 我在這名陣 只要走錯一回 就會融回淪位 怎麼現在應該回到起點 這就在我依剛才說的方位 再走一次吧 不愧是記之百出的風鈴姐姐 怎麼就再試一次看看 北東西北南西南 這是怎麼不會錯的 好 我們重新走吧 北 好 第一次 第一次了 好 第二步 這是縫偶則右 所以往右手邊 好 第三次 這是返回原本的方向 第三次激素 往左 OK 對啊 第二個屍體 要弄這樣講也沒錯啦 所以應該 但它其實是次數 第幾步 第幾步當作那個偶跟雞 OK 好的 第四步是往上 第四步往上 第五步 再往下走 OK 第六步 第六步往左 第六步往左 好 第六步往左 第七步 向下 西方 西方 啊 終於出來了 走向空洞令人迷惑了方鬼之陣 想不到中人各派已經先行一步到這裡 這下可有點麻煩 看情形他們是被困在這裡了 奇怪 請問那一群人正在找些什麼 我們過去看看吧 哦 又是你們 不承 不承 咱們可是分了九龍二虎之夜才找到這裡 倘若要上路那方圍明鎮 可未必只能再走回到這裡 走不回來 別找不回 走不回來 那又如何 因為當初聽你的婆娘之言 倒是也不會爸爸趕在這死人的說明 反正是不能勝利此地 那麼是在明鎮裡也沒什麼差別 周師兄 說得好啊 當初聽到這古城之事時 是誰當場炎亮嘴嚴 直策要來斬腰斬腐妖孽 唯恐弱人之後的 要不是如此 會不會這麼充滿就決定趕在這裡 嘿 你想打架嗎 老子像別的沒有 火氣到很多 兩位請住手 咱們同招此奈 同舟攻擊尚且不及 何以還做這一棋之陣 嘿 同舟攻擊也沒什麼用啊 咱們此刻共是進退兩難 就算留住了力氣 還不是只有在等死的份 這可能說得很 跟著那位藍衣漢子 竟然敢孤身闖入 所以一定他就能夠 解開裡面的名證 去 老子可不包吻他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 何不陪他一起進去 是啊 英雄豪傑 我問該死的州長們和州長們 都怕了裡面的妖魔而果子不前 我不能爭取去旅遊 的確應該前去儀式才對 你找死 周叢 別碰我娘 咦 那是 又有一群笨豬來送死了 看來這張鬼不寂寞啊 嘿嘿 哼 我們走 夏侯公子 咱們又見面了 老夫公孫錦 天人說 讓我們咱們一職 上回來會結合搞招呼 現在應該還不上太遲吧 自然不止 我們被拜見公孫掌門 雄鵝 夏侯公子 你們怎麼也來了 這地方來不得的 對了 你們怎麼穿過前面那個命陣的 是夏侯大哥參鬥前輩留下的遺書 一路離我們走進來的 娘 你和大夥都沒事吧 真不簡單 我可是用掉好幾個天衣燉獄才找到這裡的 大夥沒事是沒事 不過現在這裡動彈不得 所以盡量 尊解涼水 怎麼還是愛不過幾天 你們挑這個時候來 真是再遭也不過 慕容關主 看我們已經來了好幾天 不知此地的情形如何 外頭有名陣自是不敢 自不代言 我們試過許過方法 怎樣也無法走半裏之遠 而這個古城裡 不但到處有藥魔出沒 即將通道裡也被人佈了名陣 我們曾數一次陸內衝殺 但最後總是莫名其妙繞回原路 正好無功而返 這樣看來 倒是有人在此事下陷阱 這是我們來自討羅網似的 可是 這名陣規模非被尋常 到底有誰能做出這種事情 風裡下 這對頭是非我主 而是盤踞在這古城中的 妖魔師之所 鑽以獻王 獻祝過往新人為始 因為老夫之間 這妖魔因此躲在被 名陣所護旗下抹出 除非除掉這射向名陣的妖魔 否則 這麼難勝利此地 很有可能 我聽老實說過 這高山古城是居民忽然間 前夕一空才荒廢的 或許 這就是因妖魔的緣故 有意思 咱們去常委這妖魔的底細 對了 木倫光主 咱們來到之前 你可可看到一位仁兄 孤身來此 是有個藍衣漢子來過 我們這樣向他打聲招呼 他就旁路無人的走進古城 我們見他不表明來意 也就沒多答應他 啊 那邊是黃埔寶祖了 木倫光主 孤身掌門 我們就進去看看 下午公子 有了你們的 一路上可要多小心些 如果你們不嫌棄的話 下午公子 你們可以用必拍的帳篷 請十一 老夫很悶人 站與神無關 同情一事 啊 那隻感謝不盡 那我們先回銀杖休息了 追門此行順利 好 這邊找到高皇軍 我們先跟他對話 姑娘 也還好吧 咦 你 你錯了傷 咦 姑娘 你 你是 天宣門的高皇軍高姑娘嗎 你是 我是天堯派的風靈陣 五年前萬見風一會 我與姑娘有一面之緣 記得 那時姑娘才剛入門不久 卻深深的不知 怎麼出來見人 沒想到駛駛五年 竟然會在此予以相會 今天晚上的傷症怎麼一回事 可能見高 風女下 這次多半有天鳥派五官 你們還是別管得好 高姑娘 聽你這麼說 我反而更想多事 我這裡有精算料 如果姑娘不嫌棄的話 讓我幫你包紮 包紮山樹好嗎 既然沒拒絕 那這是答應的 來 肩膀讓我看看 這樣就不礙事了 多手打腳 只是過意不去 我們這就走啦 公子恩德感激不盡 可能請教你尊姓大名 我叫小侯儀 小林子有一次請教 公子似乎不是武派中人 我真的相依的少年 怎麼配當武派中人 雖然風姐姐 木魯姑娘又有同行 我們和武派 卻算不得一路 那就好 公子不必自遷 武派中的人 說不得了什麼 魯公子這般千人 仆真的自忍 武派中又有幾個 高姑娘好像不勝心之事 別生氣 家對生事不好 如果沒人影驗的話 火小章們再好好聊聊 你們要進去古城中探勘 是啊 野下大火都被幻象困在此地 在這裡發呆也不是辦法 還是進去探探再說 我明白了 小侯公子 你們肯要多小心 就這樣 好 進古城 咦 前面那個人影看起來好熟 莫非那是 光憑迷政結帳 就能使地上錯亂之詞 正義非凡人智能所聞 嗯 有趣有趣 娘兄 啊 是小叔叔 怪怪的 剛才沒看到阿翰與娘在一起 原來又一個人跑到這裡 下午公子和小師妹 你們來啦 下午公子 剛才交了不少新朋友 真令人羨慕呢 不過這裡可是竟然難 出來更難 你們趕著湊這場熱鬧 怎麼大道不妙 風姐姐 古大哥 這位是我小生豬 楊云佐 他這人雖然有點古靈 精靈古怪 但是絕對很聰明 在本門中有個外號 叫小諸葛 每次喜歡一個人 四處查東查西的 當初我們到 黃沙寶救公主時 就是他們幫我們弄到 地下道的鑰匙 原來是楊兄 楊兄 真莫里出力靈舊公主 天皇派風靈生 在此帶神雀公 下眼致謝 小事一種 風姐姐不必客氣 這位古兄外貌 好有鸚鵡 更加不下來自西域 龍小帝望之猜測 可能來自更遙遠的西土 西土之地 確實如此 因應多年前的一場事故 我離鄉背景來到這西域 一帶就帶來思念 後來因機緣巧合 就此和夏侯兄弟同行冒險 楊兄 盡口請多指教 彼此彼此 我對西土 遙江的種種也很有興趣 聽說那裡的風土民情 和此地大大不同 改例有空 再向古兄討笑討笑 不過眼前的大師 就是如何解除幻障 讓大夥一個人 平安離開此地 以楊師兄的天機神算 將以我們來到此 都在你的意好之中 對於如何 從此破喚脫困這種小事 必定楊兄早也凶我成主吧 以我們來此 都在小師叔的神算之中 笑話大哥 這話怎麼說 學妹 必非我真的喜歡疑心什麼 但是 你這位楊師兄看到我們時 臉上毫無驚訝之情 都好像是特別來這裡等我們試的 楊兄 你這番本事 卻是令人佩服 笑話公子過獎了 我不過略通一些推章之術 這點不入流的吊蟲小技 讓笑話公子見笑 楊兄不必客氣 眼下我怕被困於此 這樣拖下去絕配良技 我們雖想冒險一探 但對此地的情況算不熟悉 以楊兄的才知 應該能給我們一些建言吧 其實我知道的也不多 如你們手採 似乎某種妖魔盤距於古城地下 封閉城外地下的幻障 都是他的杰作 我剛剛小區看過 底下原是各防射地窖的舊廊 但時刻都被強大的 把逆圓幻障扭曲隔斷 變成大批接連的 毫無張法的片段動道 此外還有妖魔後行其中 你們行走的其中是 在走過暗處之後 要格外注意 回頭未必是來死路 比方也會被是欲枉之所 不過這裡地下雖亂 卻還留了一絲脈流 這不留一絲 還可以 還可以異性化法 或是地反頓服逃出 多謝楊兄之言 現在我心裡早上有個譜了 話說回來 盤踞此地的妖魔看來 並非尋常之輩 讓兄弟他的底細可有所知 老實說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角色 能操縱地下勞結段緣 畢竟是極厲害的妖魔 因為現在這地 是勝不了他的 不過 不過什麼 如果你的藉此機會 得回喜之地樣 這一切或許會 嗯 這大概是天意吧 這 這是什麼意思 小小公子 你以後就會明白了 請多小心吧 我先告辭了 我先告辭了 選妻妹子 一定說的沒錯 你這位養師叔 可不是簡單的人物啊 你真姐 怎麼連你都這麼說 至少她是有 是有非底 只要是這樣子就好了 走吧 咱們趕快下去瞧瞧 找出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裡做怪 好重的程度欸 這裡被棄去千年以上 除此之外 還混著一股陰沉的死障 我倒覺得這地下的名障 必非用了獵取貨物 而是環境此地的妖魔 用來自保之用的 不只如此 這裡的氣憶很混濁 有方在看不見的路 的陰暗處 大概就是被名障 隔斷的斷戒吧 古拉特之眼有理 這麼說來 咱們也設法穿過這名障 除掉名障的死座俑者 才有可能迫切亂界 平安離開此地 鳳姐姐 你與此可有什麼高見 嗯 玄境面者楊之珠說的沒錯 這裡的地上上有一脈有蠢 應該是指名障的出口 雖然不能用以指引捡道 卻能助我們受免名障之禍 八方株林 唯我另欲 深水我道 零份成隱 零身姐 這是 詹文出入迷藏 少不得要走些冤枉路 但只要選擇地脈流向 在走過兩次之後 此處便會以靈光替 詹姆標示出來 以後就不會再搞錯了 哇 不會是鳳姐姐 不管是遇到什麼 上障的狀況 總共想出出人力要的好方法 乙弟 別去誇我啦 這法子還不知道管不管用呢 還是趕快上路找敵點要緊 嗯 咱們走吧 一開始先玩遊 往回走 往回走 然後往下 隧道變了 往下走 往下走之後 馬上再回頭走 到了嗎? 欸到了 好 上去 欸? 外面 沿路前進到岔路 走一個都可以吧 這個走不過去 他只能走這個 OK 又能來明正啦 沿路前進到岔路 鬼珠 要鼓珠啦 哈哈 剛才以為可以走下面一個 這樣就好了 剛才以為可以走下面一個 這樣就好了 剛才以為可以走下面一個 我前兩半才完 欸是往左嗎? 這樣沒錯嗎? 好 然後到岔路之後 往右到隧道 往右到隧道 希望沒走錯啦 回到隧道 馬上回頭 留意見明正 喔!看到梯子了 好!走上去吧 咦? 咦? 在前面的角落 有人影 是礦物堡主 欸!你們也來了 上司哥 上司哥 你等他一會 我這會替你自傷 上司哥 你好些的嗎? 欸! 死不了了 可是我也解決不了 裡面的傢伙 拿這個高昌古城 大曹瀉的 最後的禍手 不!如果是你的話 或許 小侯儀 我有事情想問你 礦物堡主 有何指教? 這戒指 你可有印象 這戒指 黑藍色的 雙頭蛇戒指 我沒見過 他還這樣 戴上他 啊! 神妹! 爺爺你不相信我 又被撐出此 此境 我還捨不得 把戒指給他 這樣黃浦寶祖 這麼說 那我就戴上去看看 哇! 這是! 果然和你有關係 小侯儀 這是我多年前 在沙洲市集上買到的 我一眼沒感覺到 這是和我 和我有大關係之無 雙頭天神 乃是羅厚神的印記 如果他真不屬於我的話 天使有這個戴著戒指的 應該就是我見識 所追隨的你 哇! 小侯儀 我索性把話可以講明了吧 神明應該告訴過你 後來西域是為了尋找 傳統中夜面的羅藍 也就是當地人 口耳相傳的幻塵 經過連方查詢說法 我發現羅藍夜面的千年間 在西域四處發生 原相的分斷之時 而這諸多的意象 特別是出現在現今的奇異幽解 絕對與不只何故要消失 果然羅 羅城有莫大關係 而出現在諸多遺物上的羅和 如何的雙手文章 應該與羅藍夜面的身相有所關聯 也為了這個緣故 凡是有優戒 和異象出現之處 我必定會前去調查 也就是說 保守你之所以能來到此地 是因為這裡可能跟羅藍有關 知識如是 我可是和五潘那群立於順心的傢伙不一樣 他們以為這幻界是用來保護城中其一針一把 就不知是我的跑來這裡 但這是愚蠢之際 欸 不過咱們的處境似乎也好不到哪裏去 換不保住 所謂裡面的那傢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絕對是妖魔之所不會錯 那傢伙從不知為何處的意見向我偷襲 刀先束髮都奈他不合 才會弄著這副狼狽這樣子 換不保住 你讓他交過手了 是啊 對他在睡到鏡頭的國外房間裡 所以說我是交過了手 但是我半點都沒碰到他 看來我有進入異界 才能與他實體一戰 但那並非我所人之事 但是小雨 如果這是你的戒指 如果你是傳證中的祭祀的話 那一切可能就不同了 祭祀 換不保住 我只不過四個 別之前了 小雨 我可不是沒聽過 你活了數多鐵衛軍士塔的事情 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就有一分很特別的感覺 那是和我一模一樣的氣味 這是錯不了的 既然戒指承認了你 那就一切都靠你了 但如果你也對付不了 對付不了裡面的那傢伙 我們便全身戰勝於此地 不論如何 我都會敬意一次 那就好 咱們和外頭那筆笨蛋的性命 就全看你的 這位交給我吧 換不保住 只可你有上再生 那我先把你說出去如何 不用了 我就這裡卸著就好 我們去買你們的吧 三師兄 你可要多保重 聖妹 你不用擔心我 用咱們的身體吃地 就找一天好好聚聚吧 嗯 ok 不能再頂他了 走回來 然後這邊 黃博生這邊有一個鑰匙 一把氣黑的鐵鑰匙 是不是黃湖包子 也是在這裡的 我就先聽他保管好了 黑鐵鑰匙 ok 好我們再走回去 好 我現在要解直線 咦 忘了聽到有人聲 是我多心了吧 咦 是不是走錯嗎 我也在左邊通道 不用走出去啊 下面嗎 不是左邊了 左邊了 前面好像有人爭論的聲音 我們也不想這麼做的 不過展示我們 四處要我們取你性命 高姑娘 可別怪我們臘手無情 哼 好痛痛止於 神舟雙臂 永遠竟是悲悲無恥的小人 你們沒走下來探敵人底細 但我敢這樣追殺我 有沒有臉快長這麼 懲怕嚇我公子嗎 可笑 可笑 高姑娘 在地道裡 到處被歷屆風格 你想大聲說話 向他們示警 他們也未必聽得到 你還是多 別多費力氣 少跟這個娘們囉嗦 這地方興奮得緊 我可不想在那邊待太久 咱們趕快動手吧 來吧 我黑門拼人就是 是 前慢 是..夏侯公子 是..是你 你來得到挺及時的嘛 嘿 兩怕高地 緊連手欺負一個受傷姑娘 這種事真是穩索未穩 但叫我夏侯公子 可能不得這種事情 竟然如此 在我們就斬了你之後 再取他性命 咱們上 你呢 夏侯公子 我用魔影救了一命 請出小女子一敗 啊 高姑娘 無需客氣 剛才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上面聽到周周 和珠浩兩人上映 為我們這段 倒倒盤踞在底下的妖魔 被握車你們 筋疲力一盡之際 率眾方都突襲 欲取擊殺你們 我身怕你們中了這毒氣 趕忙向你們示警 沒想到這被中手 他們注意到了 一次就派人下來追殺我 原來如此 這些高姑娘前來的事情 我會多提防他們兩人的 不過這地下通道裡 是由妖魔出沒 姑娘你傷勢未癒 還是不要孤生來到這裡來 不 妖魔病在這裡恐怖 未必就醜過了險惡人心 我待在這裡 還比大家上頭安心得多 唉 高姑娘 你這麼說也沒錯 對了 姑娘 我記得你聽這是天宣門中人 貴派可是這回來遲的 忠義武派之一 忠義武派 忠義武派只是說個好聽罷了 其實本門來遲附會的 就只有我一人 為什麼 嚇好公子 這是我們內的家屋事 不足為外人道 應該就指 冰錢養他們的事了 正對不住 我不該問這麼多的 我們還是趕快除掉 盤踞此地的妖魔元凶 那大火可以安然移開此地才是 嗯 我相信蝦夥公子一定能做到的 在之前 我自己先找個地方躲著便是 請公子不用擔心 那我們先離開了 高姑娘 你可以多小心些 OK